伤痕再小还是会痛 豪猪阿迪做事总是大剌剌的 走过客厅 桌椅必定被刮伤 经过餐厅 总有那两个碗盘被掉落地面 因为豪猪的背上 披着剑一样的几刺 尤其臀部的刺张开来简直是孔雀 最粗的如同筷子 最长的有半公尺高 而阿迪永远让那些刺张牙舞爪 从不懂得熟练 阿迪的妈妈也被无意间刺伤好几回 其他豪猪劝他 你也把刺展开威吓 不就可以避免伤害了 妈妈摇头 我怕张开了 受伤了变成了我的儿子 还是一个受伤流血就好 有天 阿迪不小心弄伤了黑猫乔依的腿 只见乔依痛得呲牙咧嘴的 忍不住舔势伤口 阿迪好奇问道 有这么夸张吗 我只不过轻轻扫到 流了几滴血 乔依冷静地回答 会痛就是会痛 和伤口大小深浅无关 说完他也伸出爪子 很有技巧地在阿迪的胸口滑过 虽然没有出血 阿迪却吓得脸都扭曲了 哦 原来痛 是这么一回事啊 仔细回想 自己不知道弄痛了多少人 尤其是每天相处的妈妈 当阿迪找妈妈认错时 他万分惊喜 我的阿迪长大了 怎么会想到跟妈妈道歉呢 因为伤痕再少还是会痛 何况伤痕很大 妈妈真的很对不起 多注意自己以外的世界 多关心他人 我们的生命会更丰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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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